昨天高鴻安被判刑 那你有打電話或是傳檢訊去關係一下他嗎 因為好像高鴻安退黨是因為不要讓你懷難 是這樣啦 昨天我要怎樣 我猜他心情很亂 我也很亂 我到半夜才發亂給他 我說 我找個時間跟他好好談一談 因為到底下一步要怎麼走 大家都要討論一下 他之前有講啦 他說這個 他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他說他不會為難我們 我說好 那我知道 其實剛剛臉書有發文 是不是還是很心疼高鴻安 另外你有評估說他的案子對黨內有多少的創傷 傷害一定會有的嘛 但是是這樣啦 他民眾黨成立到現在 每天都在風雨飄飄當中度過 但是我們也是越來 我倒覺得這樣啦 不怕困難啦 但是要有能力克服困難 這樣就好了 主席想要請教一下 現在高鴻安一審被判通之外條例七年 那會不會覺得說這判得有點太重 不符合比例原則 因為過去有相同類似的判例 但都沒有判這麼重 當然第一條民支持高鴻安上訴啦 去爭取自己的清白 那這個案子是這樣啦 你再問比例原則喔 第一點喔 我還是 因為臺民眾黨當時是一個新興政黨嘛 也沒有在立法 也沒有經驗 所以事實上他的什麼公基金的制度 也不是他發明的嘛 是他的助理 之前是那個前立委李俊毅的助理嘛 所以把那個制度帶進來 所以他是 就照那個制度去執行嘛 所以我相信他本人是沒有說 要去搞什麼貪污的意圖啦 而且事實上 只有法官說11萬嘛 所以我認為他是沒有什麼貪污的意圖啦 那制度也不是他發明的喔 那事實上我們也有人去按寧申告嘛 去按寧申告李俊毅的這個事件嘛 不過到現在為止 檢察官好像也沒有處理嘛 所以我倒覺得這樣啦 法律就是維持一個平等就好啦 就是說大家都可以同樣的法律適用嘛 這樣就好了 主席 那怎麼看就是柯建民剛才就發文 他就說 尊重司法判決找回新竹榮光 你覺得他在建立新興嗎 唉 我跟你講 柯建民喔 算了不要講啦 我跟他以前也是好朋友 我跟你講喔 他經得起查嘛 方面來 聲聽說 we know 安靈'ller 會不會感興趣的話 會不會複雜的話 會希望誰來補選2026為 compl marrying 會不會擔心會不會感興趣到2026的選情啊 會不會擔心 影響到2026的選情呢 會不會擔心 影響到2026的選情呢 會不會擔心 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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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金的宣判和十几年来长期累积过无数个助理非案的判决主流稳定见解 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异 更事前所未见 针对一审的判决 我绝对会提出上诉 我也要在此警告 想要利用政治恶意操作来攻击市府运作的人 你们不会得逞 市府团队绝对会依循稳健步伐卖力向前 不容许有任何状况伤害到新竹市民 最后我也要在此正式宣布 即刻退出台湾民众党 谢谢各界的关心 现在进行本院112年度主重454第一号 被告高鸿安等判决判决的简单说明 结论的部分 高鸿安 陈范宇 黄慧文 王宇文 都犯了贪污之罪条例第五条 第一项第二款的利用职务机会诈取财务罪 还有刑法第214条 使公人登载不识罪 那这两个之间是依照想象进和犯的关系 我们重重依照职务机会诈取财务罪来处断 那我们的处刑的部分呢 高鸿安的部分是判处有期徒刑7年4月 持罗公权4年 那未扣案的犯罪所得新台币 116,514元没收 其他同案被告的部分 陈范宇是处有期徒刑1年 缓刑3年 付100小时的义务劳务 持罗公权1年 未扣案的犯罪所得506元没收 黄慧文的部分是处有期徒刑2年 缓刑5年 付240小时的义务劳劳务 持罗公权2年 未扣案的犯罪所得5642元没收 黄慧文的部分是处有期徒刑2年 缓刑5年 付240小时的义务劳劳劳务 持罗公权的部分2年 未扣案的犯罪所得466元没收 陈玉凯的部分是无罪 那本件审理的范围 起诉事实包括3个部分 福报酬经的部分是判决有罪 福报加班费的部分也是做有罪 非福报加班费的部分 我们是判无罪或不认为无罪之预知 那事实的部分 高宏安从109年2月1号开始 到111年12月25号的时候 担任立法委员 陈焕宇、黄慧文、王玉文 从109年开始 分别由高宏安依照不同的酬金 聘用为他的公费助理 那明知道公费助理的补助费用 不管是酬金也好 加班费也好 都是由立法院直接拨入 各公费助理个人的金融账户 并不能算是立法委员薪资的一部分 也不是对立法委员个人的实质补贴 但是竟然跟黄慧文、陈焕宇、王玉文 有本件的犯行 我们认定出来的结果 高宏安跟黄慧文的部分 从109年3月到5月 7月到11月之间 总共有8个月的时间 共同榨取金额达到 74741元的酬金跟加班费 另外高宏安、黄慧文跟 否认犯刑 陈焕宇跟黄慧文的部分 是坦诚犯刑 在整个案件的审理当中 除了对被告的询问之外 何一廷总共传了8个证人 另外调取了以上的这些证据资料 来作为佐证 这一件其实有一个比较正义的 法律问题是在不法所有的认定时间点的部分 那依照我们的 依照何一廷的见解的话 如果这个不法所有的意图的话 是要依照他预定的计划 如果说在实用诈述左手犯罪之初 但是在还没有把诈取财务取得实力支配之前 这时候就预知要做什么用的话 主观上是不具有所谓的不法意图 但是假设是把公费助理的补助费用 在自己实力支配之下 因为偶然或事后的特殊需求 才做其他部分的使用的话 这时候很难认定说 这个没有不法所有的意图的部分 那最后在良刑部分的说明 本件其他同案被告有减刑的情况 其中陈焕宇有三个减刑的室友 他跟黄慧文王玉文的部分 因为不具公务人身份 所以可以依照刑法第31条 第一项的部分减刑 那黄慧文的部分跟陈焕宇的部分 还有一个所谓的依照59条来减刑的部分 那陈焕宇跟黄慧文的部分 因为跟高宏安他共同犯罪的部分 都在5万元以下 所以依照贪污自罪草地第12条 第一项的部分也可以减刑 那补充说明一下是 陈焕宇跟黄慧文虽然在侦查中 有自白贪污的部分 但是没有缴混 所以本件并没有贪污自罪条例 第8条第二项的减刑的适用 那何一庭审酌高宏安位于立法委员的要职 那本人应该连结致辞 但是竟然为了增加立法委员可运用的零用金 所以罔顾立法院边院预算 支付给公务助理补助费的目的 非法利用职务机会诈取助理的补助费 所以这种情况 那陈焕宇、黄慧文、黄慧文都是公费助理 本来就不应该配合立法委员的诈起助理部署盘 但是讨量陈焕宇跟黄慧文事后坦承犯行 态度良好 那高宏安、陈焕宇、黄慧文、黄慧文四个人都没有前科 各自依照他们的涉案情节轻重 跟犯罪目的、手段、知识水准等等一切情况 分别量刑处一开始所说的行跟齿罗公权的部分 那另外陈焕宇、黄慧文、黄慧文所处的行 也给他唤刑的宣告 另外跟大家补充说明 这是所谓的不定为无罪或无罪预知的部分 原则上他们备数的部分 如果说是以实际的酬金作为基础的部分 来领取加班费 之后缴回办公室当作零用金使用的部分 因为没有辅报加班费的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就没有所谓的 他们所领的部分是有所谓的合法权源 所以很难认定他们这部分加班费的请领 有不法所有的意图或申报不实的情况 那其中有四个被告是被判决有罪 所以就这个部分我们是不令为无罪的预知 那陈玉凯的部分呢 因为一开始都没有扶报的问题 所以他之后 他一开始就没有扶报他的酬金 酬金的部分也没有扶报加班费 所以就他之后缴回的部分呢 我们就直接预知为无罪 以上说明谢谢大家 谢谢